麵包也吹健康風 越來越多麵包店強調自己的麵包 低油 低鹽 低糖 但是真正的健康麵包 恐怕差在原料 它可能也號稱全麥麵粉 因為裡面有添加 但是有沒有達到51%是 沒有人知道 因為可能沒有人去做 標示全骨類的這個標示 真正的全骨麵包 根據衛福部規定 全骨含量至少要51%以上 口感吃起來偏鬆軟的 恐怕全骨類含量不足 營養師親自示範健康麵包 油脂糖分來源 全部攝取自食物 民眾要如何分辨 也是要吃了才知道 攪拌的部分的時候 它就會把奶油加入在裡面 那它吃起來的味道 確實會比較柔軟 會比較香 我們的部分是只有麥香 不會有奶香 因為我們完全一滴油都沒有放 全骨類的東西 它到我們大腸去消化吸收的時候 會產生一種短煉的脂肪酸 預防大腸癌 或者是一些腸子的 一些病變的方面 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根據統計 國人攝取碳水化合物的量 多半是來自精製糖 缺乏五骨跟精類 建議早餐可以吃全麥麵包 但是不要餐餐都當主食 以免攝取過多的鹽分和有脂 記者楊錡台北報導